好,因為現在我們從這個禮拜開始的話呢 我們會盡量開始少用Skype的原因 為什麼是這個?就是說 因為現在我們的上課人數不斷不斷的在增長的時候呢 所以以前用的這種通訊軟體 我們都沒辦法再負荷到這麼多人了 所以呢,以後他們是什麼時候會加入 把所有的課都盡量的請大家上YY 就是有一個YY軟體叫YY的軟體 大家可以請下載這個YY的軟體 下載之後呢 你在這邊請搜索有一個房間 它的號碼是22379505 有八個號碼 就是22379505 這個的話就不會再改變的 它就是供加我們上課專屬專用的這種YY 所以如果可以的或者方便的話呢 請大家務必要去轉到這個 因為到下個禮拜之後 我們在這邊宣布之後呢 我們就不會再用Skype來上課了 我們就會把它轉到YY那樣子 好,那我們就 這公司宣布之後 那我們再跟大家宣布一下新的課程 或者這一年未來的課程表會什麼 就是如果我這邊沒有停電 或者沒有出什麼狀況的話呢 那我們會是以星期一為變了不了一散說帳論 星期四以色列學 星期六十二元起 跟星期天是四量論及四量論的解釋 去上課 我們會以一個禮拜有四天開始上課 好,那我們就在今天就準備開始了 諸佛正法眾眾尊 直至菩提我歸一 我以所行私等善 為力眾生願成佛 諸佛正法眾眾尊 直至菩提我歸一 我以所行私等善 為力眾生願成佛 諸佛正法眾眾尊 直至菩提我歸一 我以所行私等善 為力眾生願成佛 好 和熱意就麻煩 或者現在是在播放的麻煩 就是如果聲音有什麼的問題的話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我也看不到大家 就是大家要跟我反應 就是要發出聲音來跟我反應 或者我會不知道說 我們這邊上課品質啊 或有沒有斷線啊 或什麼等等 所以麻煩大家要發出聲音來跟我反應 所以我這樣的評 因為現在在遠方上課的緣故 所以沒辦法很完善的去看到大家的 這樣子 可是至少大家如果有什麼聲音品質上 或者我這邊有出什麼狀況的話 那請大家跟我反應 還有我記得我們上次上課的時候呢 那我們現在已經上到哪裡了 是我們上到在十二元起這邊的時候 我們上到了第三支嗎 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已經是說 所謂的十二元起裡面的第三四 跟第三支的十二元起裡面的四元起 跟十二元起裡面的第三四元起呢 是不一樣的嗎 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上次不是有介紹這個嗎 就是這個這邊比較要記住的是什麼的時候 是我們上次有跟大家講說 十二元起裡面的第三支的四元起 跟十二元起裡面的 或者第三支十二元起裡面的 所謂的四元起是不一樣的 所謂的十二元起裡面的四元起呢 它是比較大的 啊 對不起有一個人 麥克風一定要關那樣子 如果沒關的話 就回音非常非常重這樣子 好不好 對不起 大家已經一定要 就是麻煩 是務必務必請要關麥克風 好 所以呢 我們上次講到的時候是說什麼呢 我們講到說 十二元起裡面的 這邊裡面有什麼差別 就是說第三支的時候呢 我們所謂的第三支的十二元起裡面的四元起 跟十二元起裡面的第三四元起呢 這是 這是 老師 等一下可以嗎 回音好大 所以呢 對不起 我剛剛一直在跟大家講的時候是說什麼 我剛剛是說 我們上個禮拜主要跟大家講到的是說什麼呢 是我們說到說第三支十二元起裡面的四元起 跟所謂的十二元起裡面的第三四元起呢 這是有一個不同的概念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 我們所謂的十二元起第三支十二所謂的十二元起裡面的四元起來講的話呢 這是有包含到英味的四跟果味的四二者都有包含到了 所以呢 我們在講說 英味的元起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講到大家一直在上個禮拜我們不是講嗎 有英味的上呢 會有六個元起 果味上會有六個元起或者七個元起來說可以分 就是因為這個大家請務必要關麥克風這樣子 請一定要關麥克風好不好 對不起對不起喔 因為有一個人一直沒關麥克風 我的耳朵就是聽到你們不管在家裡啊 或者在別的地方就是你們在講的話我完全都聽得到這樣子 所以麻煩大家一定要上課的話就請務必一定要關麥克風這樣子 好 所以呢 我們上次講到說 在十二元起裡面當中呢我們可以分為 六支的英味的元起跟六支果味的元起那樣子 那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我們不是說上次的三個英味的元起不是說嗎 就是出名第二行業第三 英味的四或者第三四加上八九十愛取友 這三個呢是所謂我們叫英味的元起 他果味的元起來講的話我們可以分七支嗎 就從什麼從 果果味的四 在所謂的 深 明色 六醋 呃 醋 瘦 老死 這七個這樣子運轉嗎 所以這個來講呢七個果味的果味的元起跟六個 英味的元起 和大家如果說十二元起怎麼會有十三支呢 那我們剛剛把四 四可以分成英味式跟果味式的緣故 所以我們可以分出說 可以分出第三 十三 可以有三支嗎 因為它是在四元起這個東西呢 分出了兩個不同的方法嘛 所以呢 大家如果還記得上個禮拜 我們上個禮拜不是有講到了第三四 第三四元起的 所謂的就是新式的事喔 第三四元起的定義我們也講完了 和第四支名色元起的我們定義也先跟大家 先說了這個定義之後 和我們這個禮拜準備要開始要介紹 就是說第四支 第五支 第六支 直接慢慢介紹下去嗎 和我們那時候講的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就是我們說什麼呢 我們說 我再重複一遍 我們說第三四元起的什麼呢 它是說 它是在一個元起當中的 說 一頁還未變成強而有力的時候的 這個主要的義勢王 義勢興王嗎 義勢興王 和它是什麼呢 還未生起一首的時候的這個 能營業的所 能營業的襲擊種子所安之處嗎 這樣子 所安之處所 這是什麼呢 這十二元起裡面的第三四元起的定義 我再講一遍嗎 看我們上個禮拜也有跟大家介紹 我們要略略介紹說 它是一個元起 或者它是符合一個元起的時候是什麼 我們就說 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說 符合一個元起的話呢 最快是兩四元滿 最慢呢是什麼 三四元滿嗎 看這我們都上個禮拜都已經介紹說 它為什麼是說兩四三四 如果中間可以隔幾千節來講的話呢 為什麼可以說它是兩四元滿啊 或者三四元滿的原因 我們上個禮拜都介紹 可是它所謂的符合一次 它是符合一個元起的時候 就是比如說是造作出生的元起呢 就出生 或者如果造作是惡鬼的人 就惡鬼 地獄地獄 人人天天地樣這樣子下去呢 就是一個元起 和業還未變成強而有力的時候 就什麼說呢 這意思是說這個行業 還沒有變成有業的階段嗎 對不對 就是行業還沒有變成有業的 因為當時它變成有業的時候呢 那時候已經這個業已經變成強而有力了嗎 因為它已經受了愛曲的滋潤了 所以呢 它是說 在送納或者符合在一個元起裡面的時候 這個業還未變成強而有力的這個時候呢 主要的義式新王 這個主要的是什麼 就是新王跟新所裡面呢 它是新王 它是在什麼 它是在根式跟義式裡面呢 它是義式 這個是前面的講 後面是什麼呢 是還未升起義手的時候 就是升起義手的時候是什麼呢 就是已經到它果位的時候了嗎 所以它是還未升起義手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的能飲業的喜氣種子 所安之處 所安之處 就是什麼呢 就是能飲業 我們造業之後呢 這個業它會變成一個喜氣種子 這個喜氣種子它要有一個安住的地方嗎 它要放出的這個地方 這個所放出的這個地方 這個義式新王呢 我們簡單叫什麼 這叫第三世 或者十二元起裡面叫第三世這樣子 可是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十二元起裡面的世 不一定是十二元起裡面的第三世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講了嘛 就是十二元起裡面的世 可以分出 因為世跟古為世二者 好 那我們上個禮拜講完這邊之後呢 那我們先請大家先看到 回去看就是 顯明父母一支燈這邊 看我現在還是會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會先 略略的去介紹顯明父母一支燈 因為顯明父母一支燈的話 在這邊是 初分的去介紹它的一個 大概的或者大概的方向 看之後這個細分的話呢 會再來會在決定節裡面去講到 所以我會再把決定節的定義跟大家講出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請看到這邊的話是 如果大家跟我的電子檔是一樣的話呢 我們現在已經講到了是 304頁 304 304的這邊 他說 他說 第四支 作為十二支之中的明色元起有的 從作為十二支中的 是在胎中結身的第二剎那為始 而到六處上位圓滿顯露之間的 結羅藍位等五位 是作為彼之中的明色二分的色 那彼之分位的受想形釋 釋者呢 是作為彼之中的明色二分的明這樣子 所以呢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講說 那 這邊的確來講的話 神明佛母一支呢 他這邊就說 第四 十二元起裡面的呢 明色的元起是有的 為什麼呢 他是說 從十二元起 裡面的呢 這個四入胎 結身入胎的第二剎那呢 一直一直開始 到這個六處 沒有還沒有圓滿的 六處沒有圓滿 成形之前的這種所謂的 結羅藍 這結羅藍是什麼 是我們在看到別的經書裡面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會看到說 在普提道次第廣論裡面 也會看到 在阿比達摩經論裡面 也會看到 拒絕論也會看到 他會講說 結羅藍的五十 他這個五十的時候是什麼呢 他我們 因為這個 這個結羅藍應該是泛文的名詞 總之 我們用我們這邊一般的解釋來講的話呢 就是什麼 就是說比如說 是 就是父親的 父親的母親的 就是金跟血結合的時候 剛開始他會像有一個像說 就是 就是西西的嘛 剛結羅的時候 之後他會開始變得比較濃 我們這邊在經書上的解釋是什麼 他變得像酸奶的這樣子的濃稠 他再開始 再開始會變成有一個紅紅的顏色 再會有一個 呃 比較 稠狀的行動 他慢慢開始才會有一個 手 就是身形的 身形的出現 就身體會先出現 他才會有 有一個 呃 顏耳鼻蛇 之後才會產生嘛 他是 他是之後才會產生的 我們一開始來講的是什麼 是 結身的時候 比如說以獄戒跟色戒的人來講 一結身的時候 他是有什麼 他只有 聲跟 呃 有聲跟 跟有什麼 也有所謂的異根嗎 這兩個有 可是 顏耳鼻蛇還沒有嗎 除非是色戒 色戒來講 他是所謂的化身來講的話呢 他是六根同一時間生起 六根同一時間 同一時間 你也同一時間生起嗎 可是以 以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是有 見識而生起 我們會是 先有異根跟聲根 才會有 顏耳鼻蛇嗎 所以這個 這個來講 所以 結羅蘭的時候是什麼 是就是他的 是說什麼 是 當我們 父親的 母 父親跟母親的 精跟血 或者 靈脈結合之後呢 那個時候 還沒有成形 可是 是已經進入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呢 呃 那個 那個胎生 或者所謂的那個胎 像一種 呃 呃 像 像水 水般的這樣 濕濕的那個時候呢 這個叫結羅蘭的時候了 看 這個 會有五個時候 看這個之後呢 我們生出來之後 還會有五個就是說 呃 從嬰兒 呃 孩童 少年 呃 少年 健壯 跟晚年 這也是五個 所以 剛在胎時的五十 跟身後的五十 我們加起來會有十 十個時候 這以後我們會在 呃 阿比達摩啊 或者再說 別的時候 在像廣論的時候 他介紹的時候 這邊都會有介紹這個 呃 五種時候 或者五種階段 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階段時候 所謂的 色 受 想 行 事呢 這裡面都會 這五種都會產生 就是五運都會產 都會有的 所以呢 可是 當他 像他剛剛講的說 從 傑 呃 傑森的第二剎那 開始 呃 一直到 六處 還沒有圓滿 還沒有圓滿 升起之前呢 這個時候的 所謂的 呃 剛剛講的 傑羅蘭 或者因為 後面這個五個時候的 這個名詞 我中文名詞 我不太確定 所以我剛剛 我剛剛就是用 意思來講 就是從這種 呃 西西的時候 到比較 像酸奶的時候 再變成紅的 再變成 呃 比較 稠狀的 他在開始有生根生起的時候呢 這五個階段 在五個階段的時候 這個五個階段的這個 一一的這個變化的狀態 的 色的變化狀態呢 這可以作為說什麼是 名色二者裡面所謂的色嘛 色運嘛 所以他不是在講說 這個普特傑羅 這個是說他的 在那個時候的 呃 這個傑羅蘭 呃 這個好像說 像西西的在 呃 像酸奶般的一樣這樣子 跟這種像 呃 呃 我們說像 紅 紅 濃濃的 紅的 在變成比較稠狀 在變成有生根出來 這個時候的這個色運呢 我們都可以說他是什麼 他是名色二者裡面的色運 那樣子 或者名色 呃 名色二者裡面的色元旗 看同樣 這個時候的 受 想 行 逝者呢 是這逝者裡面所謂的 這個名色二者裡面的名元旗 這樣子 好 他在這邊來解的話 他就是 呃 我們看到就是 就是賢明佛母醫師 他只做這個解釋 可是我們看決定解的話呢 他會有一個比較清楚 或者一個比較詳細的定義分出來 和大家就 呃 先聽一下 和我在解釋 和我們在看這裡面有什麼可以探討的 他說什麼呢 他說什麼 呃 呃 這邊的定義 他說什麼呢 他說 他說 他是 一者元旗裡面的 第五元旗 處 還未升起來之前的 身有 所 種色的 一手的運體 一手運體 我再講一遍嗎 他會有分幾個階段 第一個是什麼 他是符合一個元旗裡面的 就像我們跟以上講的一樣 符合一個元旗裡面的 第五元旗 處 的 之前 之前而有的 之前而就有的 還有他是什麼呢 他是 深有 深有 所種色的 或者深有階段的這個時候呢 所謂的 一手的運體 所以他分四個 四個主要的 要我們去考慮 他是符合一個元旗裡面的 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條件是什麼呢 他是說 他是 在 第五元旗 元旗 處 之前而有的 這是第二個條件 第三個條件是什麼呢 他是 深有的 所種色的 或深有階段的 第三個 第四個是什麼 他是 一手的運體那樣子 這四個條件符合的話 我們可以說 他是 第四 第四元旗 名色之一 或者 名色二者之一 元旗的定義 所以你看 他這邊就分得比較清楚 我們從來不會講說 名色元旗 因為如果是名色元旗的話呢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例子可以接是名色元旗 這樣子 沒有一個元旗可以接為名色元旗 為什麼沒有一個元旗可以接為名色元旗呢 因為色的話一定是色運 而如果是名運的話一定是受想形式其中之一 所以沒有一個既是色既是名這邊來講的 所以呢 所以我們不可能說 所以我們不可能說有一個是名色元旗的東西了 可是我們可以說他是名色元旗的其中之一嗎 名色元旗的其中之一 或者他是色元旗 或者他是名元旗嘛 好 但那有些人會問問 就說 那為什麼我們要不分名元旗跟色元旗呢 或者色元旗在名元旗呢 一者是什麼 因為他的主要的原因在這邊是什麼 就是說 因為名色二者的話呢 在當中來講 他不一定 兩者都一定會結身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譬如說身在無色界的時候呢 他是直接 他是沒有色元旗 他是有名色 其中之一的元旗 因為他有名元旗嘛 可是他沒有色元旗的 他是無色嘛 所以他沒有色運 所以他是沒有色元旗 因此呢 他們把他為了要總色無色界的這個地方來講的話呢 他總色了說名色其中之一 在這個階段所產生的元旗來講的話呢 不一定會產生一個色元旗 所以他才會說名色其中之一的元旗 這樣子 好 看我把這邊的所 福生大師應該要解釋的 或者他做了一些的分類 或者一些辨析來跟大家解釋之後 那我們再來探討一些問題這樣子 他說 那 這是他這個定義 這是剛剛是名色其中之一的元旗的定義 看他這邊來講的話 福生大師就說 有某一些人說 這是十二元旗裡面的名色元旗的定義 來講的這樣子 看這樣子的說法是不對的 如果你說 我們剛剛講的 他這一者元旗裡面的 第五支 處元旗之前而有的 深有所總色的一手運體呢 這就是第四支 明色 明色元旗的定義的話呢 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我們所以 如果我們至終來講的話呢 我們要說什麼 這是 明色其中之一的元旗的定義 或者 明色 二者之一 的 的定義 而不是說 而不會說 這是明色元旗的定義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因為 沒有 一個 沒有例子 揭示 十二元旗裡面的 明與色二者的緣故 為什麼呢 為什麼就說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例子 是十二元旗裡面的 明與色二者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是 十二元旗裡面的 色的話呢 一定是色運 如果是十二元旗裡面的 明的話呢 一定是 後世者的 運體的 其中之一的緣故 就一定是受 想行事 其中之一的緣故 如果是受想行事的話呢 那如果是受 想 事 這三者的話 那一定是行事嗎 那如果是行運來講的話呢 或者它是什麼 或者它是 心所 或者 它是什麼 它是就是說 色 跟心事以外的 這個所謂的 這些所有的 就是 受 想 跟 是 色 受 想 是 事者以外的 所有的無常 都是這個行運吧 所以呢 這個來講的話 都已經符合的話呢 那不可能 符合到一個色 色運嗎 沒有這個是這個例子的 好 他說 如果是十二元起裡面的 色運 色的話一定是色運 如果是十二元起裡面的 明的話呢 也一定是 後世運的其中之一 這兩個原因都是成立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十二元起裡面 從 心事 入胎的第二剎那開始 一直到 六處 還沒有圓滿 還沒有完整的 這個 產生之前的 所謂的 傑羅蘭等五者呢 是這二者裡面的 明色 緣起裡面的 色緣起 和這個時候的 受 想 行 事 等四個呢 是十二元起裡面的 明色其中之一的 明緣起 好 這是福生大師在這邊做的解釋喔 好 看 我以前跟大家 我在看十二元起的時候 想到的一些的問題 來再跟大家解釋的話 或者做一個 大家如果有聽到這樣子的話呢 那我們應該 或者應該起個疑惑是什麼的話呢 那我們剛剛不是講的說 不管是在 說是在顯明福母一支燈裡面也好 或者在決定節裡面也好呢 他都是說 明色緣起 明色之一的緣起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是從 世入胎的第二剎那開始嗎 對不對 是從世入胎的第二剎那 到六處還沒有 圓滿產生之前嗎 看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子我們應該 我們這邊應該 我記得我以前的話 我們這邊會有起兩個很大的疑惑是什麼的話呢 那我會說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應該說 十二元起裡面的 明色其中之一的緣起來講呢 它產生的話 或它要有的話呢 不應該一定要等到說 世入胎的第二剎那 應該在第一剎那的時候就有了 為什麼呢 因為是十二元起裡面的明色的其中之一的緣起的定義呢 在第一剎那的時候就有了 為什麼呢 我再跟大家舉一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它說 符合一個緣起裡面當中的 第五處 還未生起來之前的 生有所總設 所生有所總設的一手運體嗎 這些全部呢 在第一剎那的時候就有了啦 在第一剎那 就世入胎的第一剎那的時候就有了 你看 符合一個緣起裡面 這個當然就有了嘛 第五處緣起之前而有 這也符合了嘛 生有 當然也產生了嘛 它從 始有轉成中有 中有轉成生有了嘛 因為已經結身的第一剎那了嘛 所以已經生有了 它那個時候的 一手的運體也產生了 因為 世入胎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就已經有一個 父親的父親跟母親的 金跟血 或者已經結合在一起了嘛 有一個這個東西 有一個社運 那時候也有了 和那個時候的 受想形式也都有了 這也都是所謂的 這個時候也都已經結身了 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說 那個時候 在第一剎那的時候 十二緣起裡面的明色 其中之一的緣起 不會在第一剎那就產生了 一定要在第二剎那才會產生 因為 剛剛那個定義的時候 如果剛剛符合那個定義來講的話呢 那個定義 已經 已經 都符合了 好 那 同樣 我們還要問一個問題 就說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剛剛所說的這個定義來講的話 如果是 第四支明色其中之一 緣起的定義的話呢 那 我們要問什麼 我們要問說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比如說是 我從 人界 要生在 色界的這個來講的話呢 那這個色界的十二緣起 產生的時候呢 色界所產生的 第四明色緣起來講的話呢 那有沒有符合這個定義 如果有符合這個定義的話呢 對不對 那我會說 那它可以從 有明色跟六處分出來的時候嗎 那如果還說有的話呢 那我們應該問說什麼 那它會有間斷嗎 那明色到六處它怎麼分出這個間斷 因為沒有啊 因為色界它一生出來的時候呢 它的六處全部都圓滿了嘛 它的 它是化身嘛 所以它的眼 耳 鼻 舌 意 六個同一時間都產生了 六個同一時間都產生了 那如果六個都同一時間產生的話呢 那不是剛剛我們講嗎 明色緣起是什麼 是從 第 從 試入胎的第二剎那 一直到說什麼 到六處未圓滿 或者六處未完整生起之前的這樣子啊 那如果是以色界來生的這個化身來講的話呢 那它就沒有十二緣起嗎 那色界應該還是會有十二緣起啊 那如果色界有符合色界的十二緣起來講的話呢 那所謂它從第四明色緣起 或者從第四明色其中之一的緣起 到第五六處其中之一的緣起 這個中間呢 它是怎麼樣變化 有什麼變化 因為它的 你像我們來講我們可以說 你看我從明色的緣起的時候 是我的六處還沒有生起的時候 還沒有完整生起 就是我們還有只有生跟異而已 那個眼耳鼻舌都還沒生起 到六處什麼時候圓滿的時候 生起是說我的眼耳鼻舌都生起的那個階段 才算六處圓滿生起了嗎 可是在無色界來講的話 或者我們在我們這邊御界的化身來講的話呢 那它都沒有啊 它一生出來它的六根都符合了嗎 六根都同一時間產生啊 那如果這個六根都同一時間都已經產生的話呢 那它的第四明色其中之一緣起 跟第六六處其中之一的緣起呢 就是第四支的明色其中之一緣起 跟第五支六處之一的緣起呢 這個差距在哪裡它的差別在哪裡這樣子 這是我們應該要去探討的一些問題這樣子 好這是在這個第四支所要的 如果大家剛剛聽到有一些名詞 像比如說生有的話呢 我為什麼沒有在這個地方就解釋的原因 就是說因為它後面在這邊寫明 專門會去解釋說我們所謂的 中有 實有 中有 深有 實有這四個是什麼意思 後面會解釋 所以我在這邊還沒有 還沒有特別去解釋的原因是這個原因 好 好 那我們現在準備講到說 所以這是第四支明色其中之一緣起的定義 跟它的分法了 它現在我們準備要講到說 是什麼是 第六 第五支 作為十二支中的處緣起的定義 這樣子 好 它說 第五支 作為十二支中的處緣起是有的 匹游作為十二支中的明色所廣真 而從六處圓滿顯露為始始 乃至集合靜根是三者 但無力受用靜之變化之間的眼耳鼻舌生意諸處 即是作為筆之中的處 那樣子 它在這邊是什麼呢 是什麼呢 說 它的這個意思來講是什麼 應該這樣子 我用比較白話來跟大家講 它說 第五支 我們可以說十二緣起裡面的處 因為這兩個處都看起來很 就是我們聽到聲音的時候是一模一樣 這個處就是什麼 我以後為了 我們為了分辨 我這個第五支的處 我講六處好了 它後面講 我就講到處緣起 就是我們為了要分辨 這樣子 有一個是六處 跟一個是處 就是處 因為這個我們在中文是一模一樣的話 在藏文它是完全聲音是不一樣 可是在這邊中文來聽起來 有時候會搞混 就是第五支呢 我是講所謂的六處 六處裡面這個六處 這樣子 這來講說呢 我們可以說 第五 十二緣起裡面的這個 處緣起呢 它的定義 或者它的本質是有的 是還沒 那我們剛剛講到是這個 我們剛剛講到說 那如果是這樣子分開來的話呢 那如果以一個化身來講的話呢 它到底它的六處跟它的明色呢 這兩個緣起 就第四支跟第五支 它是怎麼分 我說如果我們以一個 比如說我們這樣子胎身來講的話 它很好分嘛 它就很好分 就是因為我們胎身的話 它的六根是劍刺 劍刺的產生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它只會有生根跟異根而已 和如果是以別的來講的話呢 比較複雜是什麼時候 是當以化身來講的話呢 它的六根 所謂眼耳鼻舌生異 這六根是同一時間產生的緣故 那到底它所謂的 從第四支到第五支 要怎麼樣來分呢 這樣子 就是我們要繼續做這個檢測的 好 和我們今天 我想說我們把第五支介紹完畢 它或者看有沒有時間可以 因為這邊第五支 第六支 第七支 第八支 第九支 第十支 這些後面都比較好理解了 就可以比較容易去解釋 上面比較難理解的是 這上面的這幾支這樣子 好 那我們 對不起 我找一下我的檔案 我們這邊所謂的第五支 它剛剛講的嘛 就是說 那我們第五支 十二元起裡面的這種處 或這邊來講的就是六處的意思 這邊十二元起裡面的處元起它是永德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什麼 它是說它是從什麼 它是從十二元起裡面的 當這個明色它被增長 它的能力可以不斷不斷增長 它可以增長廣大 到什麼呢 到六處圓滿 當從明色這個階段它要開始增長嘛 因為像我剛剛講的 明跟色是什麼呢 它的色就是它的生根嘛 那時候所謂的潔蘭 潔羅蘭 這個它的 我們看我們現在的 現代醫學我們就知道嘛 一開始從 精血結合之後呢 它會慢慢慢慢發展 就好像像我們現在 像照蒼蠅破一樣 它剛剛會開始有一些的變化 我們可以看到說 精跟那個軟結合在一起 慢慢有所變化 它好像變得慢著變得比較稠一點 顏色也會變得比較濃 紅它變得比較濃 它在慢慢開始好像有一些 身形的這種狀態慢慢出現 那身形慢慢出現呢 它才會有一個好像頭啊 手啊腳啊 這些全部都是 所以這時候的這種我們叫色根嘛 它不斷不斷增長 這個明色不斷不斷增長 看從什麼呢 那我們六處是什麼呢 是從這個明色開始增長到什麼呢 到這個六處圓滿的展示 或者圓滿的成形之後呢 從這個圓滿成形 到什麼呢 到說 到當 靜跟式 這個靜跟式就是我們 我們好像像我們以前講的說一樣 就好像我們在上色類學的時候 一樣講說有 靜是什麼呢 是有一點像所圓圓 根是什麼呢 是所謂的增長圓 還有式是什麼呢 它是生起來的式的意思 就是這三者有具備 這三者具備的 當它還沒有 還沒 但無力去受用靜 就是它還不會因為說我們去 由這個 靜跟式三者處在一起 而 靜 還不能生起瘦 它還不會 對這邊還不會生起一種苦樂 無力受用靜 這變化的意思是 這個意思是說 它在這個地方 它還沒有辦法去感受 沒有辦法生起一種瘦 你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所謂的 眼 耳 鼻 蛇 身 翼 這些的 六處 是我們在十二元起裡面 所謂的 就是 十二元起裡面的 六處之一的那樣子 或者十二元起裡面 這邊 處 這邊的處 就是我們的處所的處 處所的這個緣起的這個 處緣起的這個定義 好 那我們再把它看定義一下 大家就應該會更清楚 所以這個是我們中文沒有 可是我跟大家解釋 就是說 這邊徒正大師 他是說什麼呢 他是說什麼 他是十二元起裡面的 所分出來的第五支 是他第一個緣起 看他說什麼呢 他是在 一個緣起當中的 中 本友 的時候 所 總色 或者本友的這個時候的 一手的運題呢 我們今天說什麼 我們叫 我們叫 十二元起裡面的 處 就是六處的 就是處 這邊就是六處的處 這樣子 所以我再講一遍 大家可以有可能不要講 所以呢 我們大家不要以為就是說 大家有時候會以為說什麼 就是說 好像 呃 六處 生起來 呃 處 受 愛 取 有的話呢 這些好像說後者生起來的時候呢 前面這個 就是比如說 處就不會有的話呢 這是六處就不會有的話呢 這是錯誤的想法 這是錯誤的 就是這個時候 後面就是所謂的 比如說我們所謂的 呃 處 跟瘦 的時候呢 這個六處都還是會有的 它不會好像說因為第五隻生 第六隻 十二元起裡面的第六隻生起來的 第五隻就不會沒有了 這不是這樣 或者十二元起裡面的第七隻生起來的 十二元起裡面的第五隻就會變成沒有了 不會嗎 不會因為這樣子 為什麼呢 你看我們剛剛講了 十二元起裡面的第五隻的 呃 處 六處的處的這個圓起的定義是存在的 為什麼呢 我們剛剛講了嗎 它是說什麼 它是十二元起裡面的所分出來的第五隻 它在一個圓起當中 它是朋友的時候的一手的運擊呢 這是十二元起裡面的六處的處圓起的定義 它如果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分從眼一直到義處 從眼處 眼處 耳處 鼻處 蛇處 深處 義處 我們可以分出這個六處的樣子 所以呢 這邊同樣我們要去做的簡直的話 如果剛剛講就是同樣一樣我們剛剛講說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那以開生我們可以分出很容易的分出來 可是以一個化身來講的話呢 化身的生友跟本友應該是有差別嗎 那如果它的生友跟本友的差距在哪裡有差別的話呢 它是怎麼樣去分開 它是怎麼樣去分 因為我們說一個化身它一產生了後 它六處就圓滿的產生了 那是不是它明色其中之一跟六處是同一時間產生呢 可是如果這樣子來講的話也不對啊 因為我們一個是說六處未圓滿 它一個是到六處圓滿的時候才會產生的話 那以一個化身的十二元起來講的話呢 這個十二元起是怎麼去算的 怎麼樣去分的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再介紹說 第六支 我想說我們介紹一下第六支的這個所謂的觸 就觸碰的觸 觸圓起的話我們今天就可以在這邊下課了 好我們這邊來介紹的話它說 嗯 第六支 第六支作為十二支之中的觸緣起是有的 比集合 淨 根 是 初從 有力受用淨為始 一直到 不知苦樂等因之前的集合淨 跟四三者而能受用淨之變化的心所 既是作為筆之中的觸 筆若區分的話可以有六 既從作為十二支之中的淨之集合觸 到益之集合觸之間 淨之集合觸與作為淨是之觸二者同意 由此而於觸類推 好那我們來解釋這個意思來講的話呢 是什麼的話它說 那第二六支的話呢 我們在十二緣起裡面當中的觸 就是觸碰的觸呢 我們十二緣起裡面的觸緣起是有的 為什麼呢 是當淨 就是淨跟釋 三者集合之後呢 而能去受用 它這邊受用的意思是什麼 是什麼 能去理解這個淨的 前面這個 在六處的時候呢 就是說 這個三個淨是集合在淨 可是它沒有辦法去檢測 還沒有辦法升起任何的人 應該說上釋還沒辦法升起 它就是 六者 緊緊 就是我們從 六 第五支的 觸緣起 要怎麼樣轉變到 第六支的觸緣起呢 是什麼呢 就是說 在第五支的時候 可以說像 淨跟四三子在這邊呢 它沒有辦法去了解淨 或者去申請理知 對這個淨之了解 到第六支的這個觸緣起的時候 是什麼 它雖然是可以去檢測 去分辨 透過這個淨 對這個根 根 而升起這個釋呢 這個釋可以去了解這個淨呢 可是那種所有的感受 還沒有升起 那個感受 那個瘦 還沒有升起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叫做是 觸 所以這是什麼呢 他就在這個時候呢 他就說 當淨跟四都集合在一起的時候呢 而能去受用其淨 唉呦 對不起 這個受用其淨 就是去了解 去檢測 這個淨呢 從這個淨開始去呢 從這邊開始 但是 可是呢 還沒有對 還沒有對 以此淨而升起 苦樂問題的 升起的時候呢 到還沒有升起這個之前的 這個 當這個淨跟四 三者集合在一起 而去檢測這個淨的這個差別的這個時候的這種促心所呢 這個我們叫說十二人起裡面的第六處 是這個意思的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處呢 是我們一個在在 如果大家以前有有聽我們講的心內學的話呢 這在我們不是在十二人五十一個心水裡面的五片形的裡面有個叫處處嘛 對不對 作意處 有個作意 有個處裡面的這個處心 就是就在指這個處心鎖的這樣子 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這樣的一個一個特殊的一個心鎖呢 我們叫做什麼 這叫十二人起裡面的處心鎖了 所以這裡面還可以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分的說什麼呢 就是說 十二人起裡面的 十二人起裡面的什麼說 有眼根 眼根 跟近 眼根 比如說眼根是對色孕嘛 色孕 眼根 而生起來的眼視的這個處心鎖呢 一直到什麼說 法 法處 法運 或者法運 對一根 所生起來的意識的處心鎖 這六個呢 可以分出這六個當中 所以呢 我們又可以分出說 眼 眼所集合的這個處呢 跟眼視的處是二者是同意的 這是眼視之處是什麼 就是說 我們 我們這邊來講的話說好像 眼視之處 眼視之處的意思是說什麼 就是 又是眼視 又是處心鎖的意思 不是 不是說 由眼視而生起來的處喔 是 又是眼視 又是處的話呢 這叫眼視之處 所以 眼之集合處 跟眼視之處呢 這兩者是同意的 同樣 如果我們可以知道 眼之集合處 眼之所集合 就是 色孕 眼根 所生起來的眼視跟眼視的 眼視周遭的 這個眼視新鎖的這種處呢 這個時候的眼之集合的這個處呢 跟眼視之處呢 是兩者是同意的 沒有差別的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呢 同樣 我們這樣也要一指推類說 耳之集合處跟 耳視之處也是同意的 一指推類就 一指集合處跟 一視之處呢 也都是同意的 一模一樣的 好 看我們在之後 我們在看決定節的時候呢 那我們今天就在準備下課了 這樣子 看 第六的緣起 它是有定義的 它是什麼呢 它是說 什麼呢 它是十二緣起裡面的第六支 它是什麼呢 是說 當 禁 跟 是 三者集合之後 集合之後呢 而能去 檢測 進的變化的 這樣一個新鎖呢 是 十二緣起裡面的 處 緣起的定義 比如說 什麼它說 演之 演之 集合的處 從 演之集合處 到一支集合處 這六折 當中 同樣 演之集合的處 跟演之之處 是同意 但 後者也一直 推類 那樣子 所以呢 我們這邊就要了解說什麼呢 你看 它說 十二緣起裡面的 處緣起的定義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 它是十二緣起裡面的 第六支 它就是什麼呢 就是 禁跟是 三者集合之後呢 而能去 檢測 禁的差距的這個時候 這個新鎖呢 就是十二緣起裡面的 處新鎖的定義了 好 看如果今天這樣 那我們今天就先 上到這邊 和 大家如果以後有 問題的話呢 可以 先在YY的版面上 發自問這個問題 和 有人會跟我講 和我們就會 一一一的先慢慢 幫大家回答這個 有關十二緣起的問題 好 那我們今天先介紹 就是我們 大家如果要記得科犯的話 在最後前面 我做一個總結來講的話呢 我們現在已經在講說 大家還記得我們在說 我們在分出了 染物品上面的十二緣起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分為八嘛對不對 我們不是分為 有分為八支了嗎 我們分為八支是從說 我們從 我們從 區分 極色 成員之禮 各支作業 幾次圓滿 同地建立 如何休息之禮 跟 如是休息的利益 這八個裡面呢 我們在區分 區分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分為十二支 看我們已經從第一支 無明 第二支行業 第三支 四 第四支 明色其中之一 第五支 醋 第六支 醋 我們這講到這邊了 我們已經介紹了這個區分 或者分類裡面的 這個裡面的十二支裡面的前面六支了 好 我們現在以科犯來講 我們在這邊的那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就像到這邊和和像 下課了 願消三丈諸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了 苦願罪障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薩道 好 那大家晚安